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心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你要懂 愣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 共同学习 若见识物 则如亦可见 无之见 若同见者 名为见无 若不见者 何不见无 无见之处 若见不见 至然非礼 不见之相 若不见 无不见之地 至然非物 云何非如 萧文 见无之见 如果见性 是可出界的物 那么就可以看见 活的见了 见无不见 前述成立 那应该可以看到 我的不见 以上 今天萧文 诸位全球云端 共秀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 论言一千日 第六十七日 我们要从 显见不杂 来继续探讨 这个问题呢 它是要解决 阿南 他在怀疑 现在能见的这个心 是我的真性吗 因为他没有神通 可是他却可以 成佛神力 而见到了 出禅的境界 因此他非常的怀疑 这一定不是他自己的能力 而是佛陀帮助他 那佛陀要怎么破 这个问题呢 佛陀就叫他 在见这个动作里面 要分清楚到底是你自己的见 还是别人的见 那这个别人呢 就是指佛陀 因为阿南他觉得 是佛在帮他见 而不是他自己的能力 那这件事情呢 就要从两个角度来探讨 那这个探讨 佛陀就从正方 从正面的方式来直接反驳 见不是物 就是能见的是你的见 那见到远 见到近 这个都是被见之物 所以不管是远的近的 都是你在见 而不是我在帮你见 但是阿南还要再更清楚的确认 所以今天佛陀就用反面的方式 来反驳 见不是物 的这件事情 好 那怎么讲呢 佛陀就讲 假设 阿南 你认为 我刚才带着你 看到这个出禅 是因为我在帮你看 那表示我的见 是一个物品 物体可以借给你 就像佛陀 他在带着我们 认识这个世界 我觉得啊 被佛加持了之后 好像是佛陀借给我眼睛 而不是我自己看 那假设 这件事情是成立的 刚才真的是佛陀在帮你看 那我的见 就可以 作为一个物品 那作为一个物品了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见到我的见 则辱亦可见 无之见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要来继续探讨 如果你可以看到我的看 那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什么叫做见到我的见 好 那接下来呢 佛陀就说 你怎么证明 你可以看到我的看呢 就是我们看到了出禅 你看到出禅 我也看到出禅 这个叫做见到我的见 见到我的见 那我们来问 好 你硬要讲 刚才我们一起看到这个世界 就是你看到我的看 那当我不看的时候呢 我不见的时候 何不见无不见之处 好 那你应该可以看到我的不看 好 那如果你能够见到不见 自然它就不能够称为不见 那如果你不能够见到我的不见 那么前面所说的见是悟的这个假设 它就不成立 那么你前面怀疑 这不是我的心 这不是我在看 那这个就在这个地方呢 就被推翻了 哇 听起来很像在绕口令 那我们来图示一下 佛陀就讲 如果佛的见 是一个可以 来套用在你的见 我可以帮你 我的见可以再用 作为你的见 而不是你自己在见 好 那见就是一个物 那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见 那如果能够看到我的见呢 就是你所认知的 那么当我不见的时候 你应该也能够见到我的不见 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成 我们来问问看 阿南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逻辑的思维 若见是物 若见是物 现在呢 佛陀的见啊 是一个物 那阿南 你就可以见到 这个物嘛 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 能见跟被见 如果见是物的话 阿南你可以看到我的见 那同样的 你也能够看到什么 你也能够见到我的不见 因为见是物的话呢 见与不见 这两个呢 都是一个被见的对象 那如果阿南你要说 我可以看到你的不见哦 那如果这个不见啊 能够被见的话 那他还能够叫做不见吗 那既然他不能够称为不见 因为不见就是没有这个形象 怎么能够被见到一个不见呢 所以表示呢 所以表示呢 你这是错误的定义 那如果我们不能够见到不见 那表示 你前面所认为的见到见 也是错的 那既然不能够见到见 那表示呢 那表示呢 见不能够说 他是一个可以被看见的物品 所以反变 见不是物 因此呢 既然见不是物啊 那请问刚才 你在看的这个事情呢 他不是别人在帮你看 我也不可能把我的见借给你 那你怎么不肯承认 这就是你自己的心呢 你怎么还在怀疑 是佛陀帮你看 而不是你自己在看呢 所以云合飞入 这整段呢 听起来很有绕口令的感觉 但是其实重点是什么 其实啊 佛陀要来告诉阿南 你认为见是一个可以取代的 就是我可以帮你 你可以被帮 这件事情是错的 你刚才呢 可以看得这么远 只是因为透过对佛陀的信心 成佛的神力 启发的是你自己的自信功德 你自己的心 其实具足 有像佛一样的显能 只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过 自己很棒的样子 所以啊 借由对佛的信心 借由他力的加持 所以启发了自信功德力 你眼前所看的这一切 都是你自己在见 而没有假他人之手 也没有靠 也没有靠佛陀 唯一靠佛陀的 就像上山的时候呢 我们啊 自己的力气不太够 所以呢 佛陀的力量 就像是一把很好用的拐杖 借由这个拐杖 借力使力 可以上山 但是拐杖毕竟只是一个助援 真正能够上山的 是你自己 那我们就要知道了 兄弟上山 各自努力 功修功德 婆修婆德 佛陀你的功德很大 但是还是佛陀自己成佛 阿南你虽然很依赖 可是这条路终究还是自己要走 只是你不知道你可以走到底 因此你就会很害怕 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可能佛陀可以帮你 那如果佛陀能帮的话呢 他早就可以帮天下的人 他不需要告诉大家 人人皆可成佛 那他就说 你信我就好了 我可以帮你成佛 他的论调一定就不一样 因此呢 这一段啊 从反面来推论 见不是物 因为呢 能见的心 你的心 我的心 不可取代 所以这叫做 显见不杂 那阿南 你要在这一段呢 有一点的 这个清楚的认识 如果能够被取代 那我们就不会讲 你的心是你的心 你就只要 依赖我就好了 可是事实上呢 就是你修的是你的功德 你用的 也是你自己本来就会的 只是你在过去的机会当中 没有机会啊 去看到自己的好 所以你会觉得 这个好像不是我自己会 是佛陀帮我的 是借由佛的神力 你才有办法 有这种功能 那事实上呢 我们从这里 就可以知道 阿南 他要好好的去认清楚 其实我们自己啊 要肯定自己 否则你永远修行啊 就会觉得你要等待救援 等待某一种强而有力的对象 来帮助你 那你就不会长大 所以这一段呢 非常的有趣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诡辩 但是事实上呢 其实要破除阿南 他有很多时候啊 就会预设立场 有时候呢 他会自己不够有自信 所以这一段呢 非常的重要 请大家呢 要仔细的在反复的去论辩他 那最好的学习方式呢 就是你自己啊 找一个同修 你讲给他听 看他听不听得懂你的逻辑 那如果讲一遍 讲两遍 讲三遍 不太知道 到底自己对不对 你就把它写下来 或者是把它录起来 然后交给你的指导法师 或者是上传 上传到社群 上传到line的群组 那师父来听听看 你的逻辑是什么 那最后呢 还是要回归到 你自己啊 要有自己的肯定 有时候我们 对自己的修行 不够肯定啊 就会觉得 没关系啦 师父你们修得比较好 那我就委托你 你在修好了 把功德回向给我好了 那如果功德能够回向 就可以帮助你成佛的话 师父们一定很认真 一定也很发心 但是呢 如果我们最后啊 即使大众都要帮助你 可是你却不愿意去肯定 去承接这样子的助力 你不愿意自己付出一点点的信心 那恐怕呢 扶不起的阿斗啊 也没有人能够帮助得了我们 所以希望呢 大家在这个时候啊 你可以练习看看 看看自己能不能够 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如果你能够讲清楚 你就会想清楚 如果想得清楚呢 慢慢的 你就会越来越有信心 今天的这一段呢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提出来 感恩师父开示 然后师父刚才解释的 其实还蛮清楚的 可是 就是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阿南啊 学佛这么久啊 都对自己 都没有自信 然后还认为 他的见是佛借给他的 那我们 其实有时候 想一想是说 那我们要有信心 那这个信心是 要对自己的 成佛 就是跟佛是一样的 这种信心呢 还是说 这个 对因为 因为 也知道有些法门 是念佛法门嘛 那他们就是 需要相信说 自己在往生的时候 会 阿咪婆婆会来接引他 感觉是 要让阿咪婆婆来接引 就是有人来帮助 这样子 那信 那很相信是别人的 好像 也没有坏处 因为你说 那你自己可以去吗 可能很多人都会 很没有信心 那要怎么去呢 对 然后 对 所以这个到底 这个信心是要到多强呢 然后 再就是一个 就是我们的那个 悔相业啊 就说 要世事常行 菩萨道嘛 然后 那我们是要去 成佛还是要成菩萨 还是要成什么 这样子 就是我们 对 就是请师父帮忙 开示这样 感恩 这个信心 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刚刚开始呢 我们要信正确的对象 就是我们要信谁 要信佛 因为佛不是因为他 可以变成我们的依靠 可以让我们懒惰 可以帮我们遮风挡雨 而信他 而是因为他是一个 实际修正 而成为一个典范的 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要信佛 但是同时呢 也要信自己可以成佛 我相信我自己可以成佛 那信到什么程度呢 信满就成佛 信心达到百分之百 就可以成佛 那佛就是一个很有信心的 这样子的自觉之人 那其实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明天后天呢 就是佛陀诞成 佛陀诞成有一个故事 就是佛陀呢 一出生 他就向东西南北 走了七步 步步生连之后呢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他就讲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三界皆苦 无当安之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的这一句话 听起来是百分之百的信心 但是听起来也很狂妄 好大的口气 你真的是 就是最尊贵的吗 那好像呢 这个一般的人啊 很难理解 以为唯我独尊 就是世界上只有他最好 但是佛陀的 自己的这个我呢 最好 这个是什么 这叫法身真我 这法身真我 是每一个人的我 都是最尊贵的 那既然每一个人的我 都是最尊贵 这叫做平等的尊贵 大众都是佛 所以不是比较 要踩着别人的尸体 要在别人的失败当中 建筑起来的胜利 并不是这样子 而是尊重每一个人 可以成佛的平等性 那这样子的尊贵呢 是发自内心 而且它是从本质上的信仰 那念佛法门是什么呢 其实念佛法门就是 我相信我的心 就跟佛的心没有差别 若众生心 异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那当然有时候 我们会不太确定 是不是自己真的 可以达到这种力量呢 在还没有很稳定之前 不妨碍借由他力 借由信仰佛的功德力 我们只要念佛嘛 因为佛陀 他之所以可以成佛 他就是光是念他的名字 就可以产生功德力 为什么 因为他之所以有这一个名号 我们说这佛怎么得到他的名字呢 他就是遇到了过去的某一尊佛 为他授记 就像释迦摩尼佛 遇到燃灯佛 燃灯佛就为他授记 说如于来世当得作佛 那他之所以会得到这个名号 是因为他累生累劫以来呢 行菩萨道 他就用这个名号为他的愿行 来广度一切众生 所以光是念他的佛名呢 念这个名字啊 就会跟他的愿力相感应 那阿弥陀佛他的愿力就是 只要一念二念乃至十念 悉得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在六祖谈经里面 六祖大师就讲 阿弥陀佛呢 他其实啊就叫做方便 方便就是弥陀 因为呢 真的有哪一个人的家 这么方便 你只要叫他的名字 你就可以进门 还不用拿锁 是不是 想去就去 而且呢 你即使佛陀没有来接你 你也可以自己去 乃至十念 那只是我们不太确定 到底行不行 所以总是还要有一个主人 出来接应一下 回应一下 说哦 欢迎欢迎光临 其实你早就可以进去了 只是我们自己啊 不确定 所以要由对方来认证一下 那你如果真的自己已经认识到 其实自信即是 弥陀净土 那你根本就不需要向外寻求 但是你要看自己到底有多少的把握 如果你不把握 佛陀也不妨碍去接你一下 如果你不确定这条路 你会不会迷路 那当然呢 这个不妨碍啊 这个同行同见之人 可以来拉你一把 我相信佛陀的慈悲 他也不妨碍再多待你一程 只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啊 好像也不太确定到底有没有跟错队伍 那如果这样呢 你就要多读经典 然后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当中去肯定这件事情 所以你要有信心呢 其实就是要自己亲自感受到 感觉到你自己越来越好 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不害怕 越来越能够了达一切万法的本源 越来越有智慧 那你自然就会有信心 所以不是空口说白话 不是呢 只是这个打肿脸充胖子 不是这种信 那有时候呢 我们的信啊 自己去看 你如果是信一个方便法 或者信一个不可靠的对象 你就会啊 常常会有一种危险 就是被放弃 被抛弃的危险 就像前面所说的 如果呢 你的见性 你的开悟 是透过某一种因缘而得到的 那因缘消失 你的这个见性可能就被剥夺了 你的财富 如果是靠拜五路财神而来的 那有一天 这个五路财神啊 不灵了 你的财富也就会变成你的灾难 那这个就非常的不可靠 所以佛陀说啊 要相信你自己的自信功德 当我们自己是正心正念的时候 自然呢 你就会感觉到你自己很不一样 所以这是发自内心的自信 而不是别人给你的信心 谢谢师父开示 就是借来的迟早要还 那还不走的就是我们的这样子 然后杨文淑师兄有问题 师父好 我想请问师父就是 如果有一个人啊 让人突然有神通 比方就是把眼睛贴上金叶子 就可以去游地狱 还看见过世的亲人 这个也是我自己的见吗 还是灵媒的通灵 是他自己的见吗 比师父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我们呢 可以看到前世今生 或者是你会通到某一种地方 那个是你的见 只是你的见当中呢 他有时候会产生一个影像 那个影像是什么 其实我们很简单 就是你心目中的鬼 长的是什么样子 当你想到那个鬼的时候呢 你浮现的就是你以前看过的电影 或者是你看过的书 或者是你脑海中的鬼 外国人的鬼可能是吸血鬼 中国人的鬼可能是僵尸 日本人的鬼可能是真子 那到底哪一个鬼才是真的鬼呢 所以你看到的世界啊 是你的世界 不是别人给你的世界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说啊 这个通有暴通啊 有修通 还有妖通 或者是呢 道通这四种通 其中呢 妖通就是千年老妖怪 他久了啊 自己曾经 那还有一种暴通 就是天生有阴阳眼 那这个就要问哦 你通的到底是往黑暗的地府去看 还是通的是天上的人 那就跟你的前世的因缘有关 你如果看到的都是天人 有的小朋友啊 三岁四岁 他都会看到很多亮亮的人 那他可能就是从天人来的 他就会比较容易看到好的讯息 但是如果呢 我们可能过去啊 有这个巴士田当中 比较多的鬼的种子 或者是地狱的种子 你就比较容易啊 相应到这样子的影像 他比较容易出现在你的事当中 所以你说贴了一个叶子啊 或者是借由某一种咒力 或者是 这个用的某一种方式 因为有听过很多 这种修通的方式啊 甚至于 他在你的那个天灵盖 放了一个针 或者是放了什么 他就可以启发你的神通 这种法术 其实也很多 但是你通到哪里 然后这个通会不会有危险 以前呢 也曾经有过这种修灵通的团体 他只要呢 一入这种三昧的境界 或者是类似三昧的境界 或者是被催眠 他就变成另外一种样式 或者是他会讲天语 或者是他会开始跳舞 或者是他会去游其他的地方 这些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些其实都是从我们的夜市 出现的景象 只是我们比较危险的是 因为你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你不知道哪里来的 所以你以为是别人给你的 然后你能够进 但是有的人不能出 你不能进出自如的时候 你会被这个境界困住 所以就像以前有一个居士 他去打残旗 他好羡慕人家都可以看到光 所以呢 他就也想要看到光 结果呢 好不容易被他看到了光 他很兴奋 他就找师父来说 他说师父你看 我正在看到光呢 结果这师父很冷静的 说这位居士 请您看看头上 地上的光是头上的灯 投射在地上 所以那个是你的联想 其实不是真的光 那另外有一个居士呢 他就觉得他自己打了很多妄想 他希望自己可以不要打妄想 那他最怕鬼 所以呢 他就想有两个鬼 站在他面前 那这两个鬼呢 如果一站在他面前 他就不敢打妄想 结果呢 他就观想成功 真的想出两只鬼来了 可是问题是什么 他想得出鬼 可是没有办法把他收回 所以呢 他后来就很困扰 他就来问师父说 师父怎么办 我想出两只鬼 可是他们要跟我回聊房 那我就没有办法赶走他们 怎么办呢 那鬼哪里来的 鬼是我想出来的 那你可不可以不要想 不行 我没有办法不想 那这样子表示呢 你的心啊 还不能做主 那我们自己啊 就要知道 你如果要去看这些 你要想想看哦 有的人到地狱去啊 爱真的看到自己的亲人 可是你为什么会看到 那个亲人呢 他可能讲话跟你的亲人很像 他可能记忆跟你的亲人是一样 他甚至于告诉你说 他好可怜 他需要你给他什么什么 可是那真的是他吗 那有些人说 哎呀这个就是他 因为他讲了很多啊 我们两个人之间共同的秘密 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他 所以他一定是那个人 事实上呢 鬼是有神通的 你遇到随便一个鬼啊 他都知道你的 没有想出来的事情 没有讲出来的秘密 他都知道的 他有神通啊 那你怎么会去相信这件事呢 好 那相信了之后怎么办呢 你就会陷入一种苦恼 一种害怕 还有担忧 如果你最爱的人 他陷入一个恐怖的境界 那你怎么办呢 你又没有那个能力去救他 好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说啊 我们自己啊 有时候在有神通之前 你得要先有一个智慧 什么智慧 就是你能够化解所有的苦恶的智慧 你才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去得到这样子的神通 所以最厉害的神通 叫做道通 就是人人皆有佛性 人人皆有智慧 这样子的智慧啊 才能够让你度一切苦恶 所以我们要修的是就禁法 而不要求方便道 是如此的